你在旁邊啦把毯子做好以後 我們先到上市圖來 然後呢到上市圖之後呢 用movie的方式 movie的方式 把它選起來以後 按個enter以後呢 在旁邊隨便找個地方當基準點點一下 然後呢把它移過來 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的時候呢 你就是呢 在上市圖這個角度 你看你要放在哪邊你覺得比較合適 然後呢小心 因為他有時候會遲滯 他會遲滯 因為他這個線條太多 裡面的曲線比較多 尤其是曲面 曲面在移的時候 他會比較容易遲滯 所以要稍微等他一下 上去之後移動一次移動一點 好了以後就把它點下去 可是這樣是不準的 好啊這樣看還不準 你要到前市圖來 好那你知道各位你看一下 到了前市圖你就發現你的毯子 跑到床裡面去了 好跑到床的下面去了 所以呢從前市圖的角度 再move一次 啊move一次都會記得哦 你注意看 我在move 我在移動的時候 我是以往 由左往右拉 由左往右拉的方式 這樣子的話呢 叫做窗選 這樣子的話呢 我才不會去選到床 而只會單純的選到我的毯子 啊ok enter以後呢 在旁邊找個地方 當基準點點點子 然後呢你呢就 再把它調上去 調上去的時候 順便的微調一下 如果你覺得有點歪掉了等等 你都可以再微調一下 大概是以這樣的形式 各位你看一下大概有在中間位置了 把它點一下以後 那麼我們再上個攝 哦有沒有 感覺就是 劈在我們的床上了 哦 然後我們再把它轉個角度看一下 看有哪邊比較不自然的方式 哦 這樣的話呢 就是呈現出 它好像是整個毯子是劈在床上 那它垂下來的時候 旁邊就有自然的那一種波浪狀的感覺 嗯 存一下檔案要不然把它當掉 好嗎